徐维说道 说不得 是姚氏已经察觉了谭家的事 已经出手阻拦 这样一来 您不是白白筹谋 蒋氏摇摇头 脸上反而露出灿然的笑容 他既然伸手管了 就已经上当 我就怕他不闻不问 明哲保身 说着叹口气 人就是这样 一当位高权重的人 为什么会屡屡做错事 那是因为他们手伸得太长 这是从前端王爷教给我的道理 手伸得越长 越容易被人抓住 就像现在的崔义婷和姚氏 徐维开始明白 为什么庆王爷这些年 愿意帮着蒋氏 蒋是一个小小的妾室 不过被端王爷许了书人 手里拿着些密函 能做出多大的事来 能被人作为棋子摆在棋盘上 那也要有几分的本事 至少不能像张氏那样 被利用完了就甩在一旁 这个女人 没有端王的孩子 却能名正言顺地 将端王的子嗣留在身边 端王能成事 她自然少不了富贵 表面上她永远都是端王 唯一子嗣的母亲 隐忍了多年的人 那种可叛见光的神态 让人畏惧 就连蒋家 她也可以轻易地利用 蒋玉珍看向虚伪 你跟亲王爷说 她可以放心地动手 那个姚氏 她大可不用担心 就算皇后娘娘 让姚氏进宫 为端王爷诊治 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蒋静瑜已经无心看书 忐忑地等着外面的消息 董妈妈低声地劝慰 小姐放心 不会有什么事的 就算是崔玉珍的乳娘和乳兄 被抓 也查不到小姐的身上 我已经 想和崔玉珍 乳娘说话的 田桂家的 大发离京了 听到董妈妈的话 蒋静瑜松了口气 她刚刚重新讨得二祖母和舅舅的欢心 若是这件事败露 她在赫家就没有了立足之地 只要这样想想 她也免不了害怕 小姐不好吧 刚出去的清代匆忙地进来说道 田桂一家被捉回来了 说是在庄子上偷了钱 二老爷从太医院回来 正让人打板子呢 蒋静瑜紧张地看向董妈妈 董妈妈嘴唇一抖 这 好端端的 怎么会偷东西 我 说着向四周看了看 我已经给他们银子了 足够他们去乡乡买地了呀 真的是偷东西 还是另有别情 这是蒋静瑜最想知晓的 可是舅舅承办家奴 他也无权过问 会不会是因为有人察觉到 他们要离京 所以 所以禀告了外祖母和舅舅 董妈妈也没有了主意 只是打发清代 快去打听消息 看看渗出什么话来没有 清代慌忙地点头 蒋静瑜想了想又说道 再问问有没有人来家中 特别是 清代明白 特别是崔儿奶奶和谭家的人 蒋静瑜不再说话 清代已经下去办事 清代紧张地走过翠竹林 到了路顶的房子外 就听到里面传来人的惨叫声 紧接着就由管事拎着一条鞭子过来 清代躲闪不及 被管事看了个正着 管事皱起眉头 向清代挥了挥手 在这里看什么 走远些 你个女孩子家不要看这种东西 管事话音刚落 下人又捧了一碗水来 管事将手伸进了碗里 站了站 然后放在嘴边 不够闲 打起来不痛快 再去对点盐来 清代这才知道那碗里是盐水 小丝重新拿了水送进去 很快里面响起鞭子的声音 那鞭烧仿佛能抽破皮肉 让人发出凄厉的叫声 清代吓得浑身颤抖 二老爷平日里 看起来很和气的人 怎么会下这样的狠手 清代额头冒出冷汗来 不知是谁从旁边过 见他呆呆地站着 就喊了一声 立即将清代吓得跳起来 练红耳赤地看向那人 倒将那人看愣了 你这是怎么了 清代打着冷战 你没听到 里面都是些什么声音 这还是好的呢 那人边瞟着里面边说道 田贵家的那边更吓人 看着是被婆子打了几个嘴巴 其实田贵家的卖身器 在老太太手里 听说就要将牙子叫进来 让牙子领走 能卖去哪里 那是生不如死的地方 田贵家的求老太太开恩 只要能不走 她什么事都愿意做 那就是必然要说了 她可是来回传话的 如果田贵家的一说 她首先会被牵扯其中 到时候 恐怕她也会落得 让牙子带走的下场 田贵家的顶多是卖个田庄上 她这个年纪 万一去了那种地方 那她可就真的完了 说完话 清代借口还要去小厨房 钻碗汤给四小姐 两个人就各自走开了 刚走了两步 路顶房子里的惨叫声 戛然而止 不知道是被打昏了过去 还是停了手 清代正想着 只见管事拎着鞭子 从里面出来说道 就是铁打的身子也要招 给她一碗水 让她喝了赶紧开口说话 听得这话 清代的心几乎要跳出嗓子 她快走两步 急匆匆地出了三进院 走出院子 她才松开了手指 手心里是清新的指甲印记 她不能再等了 再等下去 就是死路一条 四小姐都保全不了自己 怎么去护着他们这些下人 事到如今 她要自己给自己 谋一条活路 清代快步地 去了贺老太太的院子里 刚进了屋 没等贺老太太说话 清代眼泪已经躺下来 老太太 奴婢想来想去 这件事要跟老太太说 奴婢也是替四小姐传话 别的什么都没做啊 贺老太太冷笑 既然你什么都没做 又怎么急着跟我说这些 清代不敢再隐瞒 都是田贵家的 给四小姐出的主意 饮票也是田贵家的送去的 只要谭家小姐名声受损 再 再用这个借口 推掉谭家的情事 屋子里煞事安静下来 贺老太太脸上 又是心痛 又是失望 半嗓才吐出了一口气 是我没有养育好她 才让她做出这种事来 我只想着她的父母已经不在 我总要好好待她 不让她受苦 免得她的双亲全下有之 贺老太太哽咽在那里 说不下去 是我错了 是我做错了 说完 贺老太太让人扶着站起身 从前是教惯了她 今天我必定要动用家法 管事妈妈立即拦着 老太太 宁可千万不要生气 四小姐年纪尚小 动用家法恐怕她也吃不消 这里只怕是有人窜夺 才有今天的错事啊 没有人逼惹她这样做 不想成亲 可应有许多法子 或是奋力抗争 或是剪了头发 表明心气 却没听说 谁去害旁人的名声 女子的名声就如同性命一般 若是谭家的小姐果然出了差错 只怕是不能活了 我苦心定下的一门亲事 就换来这样的结果 不是我太宠溺的 又是什么 今天谁拦着 就是跟我老太太过不去 就是要看着我们贺家有家破人亡的那一天 管事妈妈不敢再说话 下人已经请了家法过来 贺老太太吩咐道 叫两个嬷嬷过来 手脚干净些 她毕竟是我的外孙女 不能打死她 却也不能饶了她 贺老太太带着几个管事妈妈 一起到了蒋静渝的屋里 门突然被打开 蒋静渝看到沉着脸的贺老太太 还没来得及说话 就被嬷嬷按在了长椅上 食指粗细的竹条立即就落下来 蒋静渝顿时觉得小腿火辣辣的疼痛 外祖母没有问她一句话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她 蒋静渝挣扎着抬起头 外祖母 您这是要做什么啊 孙女做错了什么 贺老太太不说话 直到那竹条已经将蒋静渝的小腿 打得高高隆起 蒋静渝已经喊得声音沙哑 贺老太太才说道 我真是救你 即便是将来我闭了眼睛 也能好好的活着 我养大的孙女 不见得心地善良 却至少要是个人 说着话 竹条又抽下来 蒋静渝疼得大喊大叫 母亲 母亲救我啊 母亲 若是母亲在 我哪里会受这样的苦 贺老太太 和老太太瞪圆了眼睛 若是你母亲在 今天就会亲手将你打死 你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比你清楚 蒋静渝心底一片冰凉 正想要再求饶 就听下人进来说道 老太太 谭家来人了 谭家现在来人是因为什么 蒋静渝心里再清楚不过 谭家八成是来兴师问罪 再这样下去 他说不得真的会被活活打死 贺老太太点点头 恩赴下人将谭家人迎进门 然后看向蒋静渝 你盼着的事来了 谭家定然会退婚 你这样蛇蟹心肠的女人 谭家无论如何也不肯让你进门 即便是从前谭家受过我们家的恩惠 说到这里 贺老太太冷哼一声 哼 我就不明白 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亲事 到底是眼皮子浅的人 只能看到眼前的富贵荣华 嫌弃人家是个巨人 我告诉你 谭家的后生 今年恩科必中进士 到时候你就会后悔 觉得今时今日的所作所为 实在是愚不可及 贺老太太转身出了门 竹条继续一丝不苟地打下来 直到打完了五十下 脖子才将蒋静渝松开 他勉强掀开眼睛 看到下人向外搬着衣书 仿佛一本都不再留给他 蒋静渝想要支撑着起身去拦着 双腿稍稍用力便是撕裂般的疼痛 额头上立即布满了冷汗 再也挪动不得 不知道过了多久 屋子里的东西仿佛都已经搬空了 才有下人将门紧紧地关上 周围顿时按下来 小姐 董妈妈忙上前去看蒋静渝的伤口 边哭边说道 老太太怎么这样狠心 将小姐打成这样 蒋静渝想着那些医书 我的书 董妈妈擦擦眼泪 老太太说 医者人心 小姐没有这样的心情 看医书不但不能救人 还要害人 我们小姐何曾害过旁人 那都是崔家下人做的事 与我们小姐何干 要不是崔四爷要退亲 哪里会有这一遭 就算是小姐不对 那也是因为老太太不听小姐的意思 非要将小姐许给什么谈举人 恨意在蒋静渝的心中越来越重 董妈妈拿出药粉来 轻手轻脚地上药 都是那姚氏 自从见到姚氏 老太太对小姐就大不如从前 我记得老爷老太太 没了的时候 就是小姐哄着老太太开心 老太太生病 都是小姐在旁边伺候 难不成这些情谊 老太太都不记得了吗 蒋静渝咬紧了牙 我和姚氏势不量力 早晚有一日 我要将她碎尸万段 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可书签该怎么做啊 董妈妈哭道 老太太连屋子都不肯让小姐出了 方才老太太还说 要和二老爷商量 将小姐送回族里的情质堂 蒋静渝打了个冷战 清智堂 名字好听 其实是族里的女子修行的地方 外族母要将她送去那里 她不能回去族里 她不能落得这样的下场 董妈妈默默地掉了一会儿眼泪 若不然 农婢想办法 回蒋家求求四老爷 四太太 就向小姐接回蒋家吧 不 她不能走 她要等翻身的机会 一定会有她的机会 谭家查出了几个家人 一场风波 看似不声不响地过去了 第二天 谭家人去来造访 来的是 谭老爷 太太和谭家三爷 谭大小姐 崔师徒面色阴沉 狠狠地看了一眼 崔一睁就去迎着谭老爷说话 崔夫人和谭太太去花厅里坐 婉宁陪着说了几句话 就带着谭大小姐去看园子里的荷花 谭大小姐看向婉宁 上次在寺里还要谢谢翠儿奶奶 婉宁摇摇头 原本就是我们家的不是 到底怪不怪崔家 她已经想得很明白 和外面人串通的 是自家的下人 也多亏了这件事 哥哥才推掉了蒋家的婚事 也算给贺家交代 免得贺家说谭家忘恩负义 谭大小姐将这些话说了清楚 与其我和哥哥都因为亲事陷进去 倒不如清楚一个是一个 谭大小姐不只是性子温婉 还能体谅旁人 如果崔一睁真的错过了这桩婚事 将来定要后悔 裴明慧也不是不好 只是那种爽利的性格 长期和崔一睁相处 难免会有嫌隙 这是他这个旁观者的眼光 谭大小姐说完微微一笑 其实也没什么好思量的 我父兄会再给我屋子装好亲事 除了这件事 他倒是觉得浑身轻松了许多 没有怨崔家 倒是很感激崔二奶奶 崔一睁进了书房 才知道谭家是来退亲的 谭老爷皱着眉头 崔一睁只缩在椅子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谭老爷突然的站起身来 看了一眼崔一睁 却不提他 只是说道 之前听说崔二爷顽劣 谁知道他会做出震惊朝堂的事来 将先皇几次没有做成的清障土地 都推行下去 要知道如今的土地税制 已经成了大洲朝最大的祸患 满朝文武那么多的官员 个个都坐睁眼下 认着这贪官污吏 把道横行 只有崔二爷 谭老爷伸出拇指 真是大气魄 使我看走了眼 还以为崔二爷 不会有什么好前程 当年崔二爷和陈家退亲 我还暗自松口气 多亏我没有将小女 定给崔二爷 崔石图的脸 豁然一解 谭老爷虽然没有责骂崔一声 却比责骂更让人难看 而且一句句都像是说在了他心里 他何尝不是将逆子 竖子这些骂一亭的话挂在嘴边 让他最得意的孩子一把拉起来 亲近心血骄的孩子 恰恰是一争 谭老爷看走了眼 这话仿佛是对他说的 谭老爷说道 还不如被崔二爷退了亲 陈老将军家的小姐 可是早早就嫁人了 崔石图听着谭老爷挤对的话 却不能插嘴 拖到现在才说要退亲的是崔一征 差点害得谭小姐失了名声的 也是崔一征 他有什么立场去辩解 他的嘴早就被封上了 谭老爷看向崔石图 以前听说好学问的人 不定能做大事 从今往后我是真的信了 学问没用 倒是要看能不能做些 为国为民的大事 否则锦绣文章都是空谈 同样是退亲 陈老将军登门的时候 带来了崔一廷写的那些怨妇词 当着他的面还哈哈大笑 让他不要责骂一听 崔石图还记得那天的情形 陈老将军拍了拍他的肩膀 那小子有种 好好教养 将来必定光宗要足 谭家来退婚 说的还是一庭的好处 崔一廷冲垂着头 早已经无言面对 谭老爷甩甩袖子 婚事就此作罢 取驾两不相干 免得弄出一笑大方的事 不等崔石图说话 谭老爷已经起身 快步走出了门 屋子里一时安静 崔石图看着崔一争 怒其不争的情绪 在眼睛里翻滚 他以为他交出了一个好儿子 却让他丢尽了颜面 从不想要成亲 到被谭家退亲 出了这么多事 崔一争连句像样的话 都没说过 如同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 而他就是拉扯那根线的人 不知道他该弃崔一争 还是弃自己手里的这根线